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那麼好呢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除了科技日漸的發達 智能手機也很迅速地發展和普及 手機的科技進步比我們生活上 帶來很多方便之外 其實也是在危害我們的健康 全球範圍之內 一般的人不僅是有低頭症 即是低頭軸 蔓延了全球的危害頸椎問題 其實那個電池輻射的污染都很嚴重 那個電池輻射的污染 我們是看不到摸不到 但是可以給我們人體身體 帶來很大的影響和危害 主要是影響到我們的神經系統 心血管的系統 免疫系統 眼睛和生殖系統 余醫生這方面 我知道你也有在臨床上有些經驗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大家經常都留意到 所謂低頭症 很多人真的無時無刻 差不多在走路 都是拿著手機一邊看 是 是 是 拿著砸的頭 我們都往往看到 這個很明顯會傷害你的頸椎 還有你經常看著手機 當然你的眼睛都會受到影響 但原來那個盔住 不是單單只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用手機 通常是用Wi-Fi 所以說有很多電池輻射的污染問題 這件事其實在很多國家 已經有不同的透露 就是經驚訊 但當然很多人都覺得 這些日常這麼方便的東西 我怎麼可以不用呢 原來最近在丹麥有幾個初中的學生 做了一個實驗 他們覺得在用手機的過程發現 如果晚上睡覺之前玩手機 之後又沒有關機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照樣的 然後把手機放在自己很近的位置睡覺 然後第二天早上 就會感覺無法集中精神上課 反而知道如果是睡覺之前 玩完手機 關了手機 然後第二天的上課 那個疲憊就不會那麼感覺到 相信香港很多人都有一種習慣 淪睡之前當然是看看資料 看了很多資料 看了之後累了 黑眼睡了 然後手機就放在床邊 有些可能是枕頭邊 是不會關機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當然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很累 睡得好像不夠 因為他晚上很難睡 只怪自己玩手機 原來不知道 原來另外一個導致他的問題 是Wi-Fi的輻射 會引起人體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導致實面的質量降低 精神衰弱 好了 那這班學生 他自己感覺有這個感受 但是他就想做一些實驗 證實一下 到底是不是呢 好了 於是這五個學生 初中學生 就在做一個實驗 他一間房間裡面 放了一間屋裡面 就放了兩台的路向器 就是Router 路向器 不間斷的運行 發射的Wi-Fi訊號 而另外一個房間 就沒有這個路向器 遠離Wi-Fi訊號 然後他兩間房間 都放了六個 是培養器 即是甚麼呢 是裝了一些水近 和碗頭的種子 即是培積的 是 因為兩間房間 都是差不多的環境 除了一個有Wi-Fi訊號 其他就差不多 培養的措施 是保持一樣的 觀察了十二天的實驗 他不斷觀察和細心紀錄 那個植物的生長情況 發現兩間房間的 種子生長情況 是差距很大的 結果非常之驚人 原來在沒有路向器的房間裡面 種子經過十二天的時間 都會紋牙 平時是很強撞 一切很正常 但如果有路向器的房間 水近和碗頭的種子 不但沒有生長 甚至大多數都死了 死了 因此他覺得 這個Wi-Fi訊號 的確是會對生理造成的影響 因為這個實驗 這個五學生 獲了地區最高科學類的獎項 得到獎項 即是他們真的這樣做了 因為他們自己可能有個經驗 如果沒有關掉Wi-Fi 沒有關掉手機 那晚睡了相同的時間 第二天起床都會覺得是累的時候 然後他就找植物來做測試 但真的會這麼大的分別 一個就生得很好 一個就完全不生 就死了 所以很大很明顯的分別 很明顯電池輻射是一種能量 以一種電池波的形式 通過空間傳播的現象 日常生活工作裏面 我們接觸這些電池輻射 通常可以分為射頻的輻射 和極低頻的輻射 電池輻射頻率越高 對人體造成的傷害越危險 就越大 電池輻射的污染 雖然是看不到摸不到的 但它可以對人身體帶來的危害 主要是影響神經系統 心血管系統 免疫系統 眼睛和心直系統 可以令人出現一種 頭暈、頭痛、疲勞 注力不集中、肌力減退 失眠、心跪、空悶、口乾、涉躁 以及機體免疫功能下降 白內障、婦女的月經失調 性功能降低的症狀 所以為了保護身體健康 應該是合當地安排生活的環境 盡量不要把很多家電放在房間 而且在要用的時候 要保持相當安全有效的距離 盡量避免長時間 跟各種電子設備在一起 還有睡覺之前 最好關了Wi-Fi 最好還要關了路向器 你知道家裡大部份都是這樣 家裡會安排一個路向器 接收了之後 在不同的房間可以接收 你看到Wi-Fi 其實影響人的健康 的資料其實一直都有 但很可惜因為商業的因素 很多科學家說出來之後 都被人排擠 因為商業的價值實在太大 但大家要了解這些問題 其實很大機會是正確的 所以大家盡量一下 很難叫大家不要再用Wi-Fi 這是很難的 但在很多情況之下 你不用的時候 先關掉它 第一 不要習慣把手機放在床頭 如果要用的時候 譬如我自己習慣 我會把手機晚上 令房間充電 即是離開的 可能在書房那裡 或者在洗手間 總之離開我的床邊 盡量不要把充電器放在床頭 晚上睡覺的時候 晚上就在充電 所以盡量把手機 就算你不想關機 即是半夜有人有訊息 進不了 你起碼把手機放在軟的地方 去充電 盡量在睡房裡面 不要很多電器 不要一些音樂器材 電視機 收音機 盡量越少越好 其實盡可能 盡量減少遙控的設施 即使用一些電梯 開關就算了 比較古老一些 保守一些 盡量不要太多遙控 因為這些很多 是有電磁波的產生 如果可能的話 晚上一刻 直接把家裡的路線 都拔在插數 都被釋毀了 不要在晚上的時候 就會有這麼多棒棒 有些人說 今時今日 每家家家戶戶 上下旁邊左右鄰居 都是在用的 是的 是的 在某個程度上 你是很難避 差不多是不可能避得到的 但起碼盡量減少 你能夠做到盡量減少 在我的經驗裡面 我很多年前 我就去了德國 參加參觀 因為德國在這方面的科研方面 自然醫療科研 是做得很先進的 我曾經去到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一間屋子 設計到完全沒有電磁波 哦 完全沒有 電話都是用線路電話 那些電線都是加了那些 我叫做那些 screening 那些金屬網 將電線網絡的電磁波 是會減低控制的 也有很多屍面 有時看到有些儀器 作用是將你減低 身體 即是屋子裡的電磁波 那些電磁場 很多這樣的設施 其實一直都有人用 那為什麼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是真的 有些人是很敏感的 我記得我香港有一位歌手 他都好像說 他是對什麼都敏感的 所以他特地要住在新界 即是遠離的地方 那他的屋子 是儘量減少這些電磁場的 那我在很多兒子 在加拿大多倫多行醫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一位病人 一位女士 來到我的診所 他告訴你 他對電磁場波是很敏感的 他示範給我看 你知道我們一般的光管 是有閃閃的 即是有60個Hz 即是他有一個頻率 他告訴我 如果我走近光管之下 我的人就簡直會震 那他就示範給我看 他走近光管的時候 他整個人好像震震震震震震震 眼睛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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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他工作的地方 有很多醫療儀器 有很多醫療儀器 是有很強的電磁場波 他只不過是做 reception 製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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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當他們一開使用這些儀器 他全都覺得很不舒服 牙都会避 有些人对这种感觉是很敏感的 但当然有些人不是敏感到可以说出来 感觉不舒服 但其实我身体是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好了 现在我们在说WiFi 现在在外国已经有很多资料 将来5G 5G的做法是电池墙波的发射站 是很密集的 其实那些的伤害是更加重大 好了 我一直留意着 原来5G都有不同的5G系统 现在我所听闻 华为和欧洲的伤害是不同的 似乎那种电池墙波可能会少一点 但我也要拭目以待 小心留意一下 会不会将来产生电池波的仪器 那些工具越来越多 我们这方面受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明显 在目前来说 我们都没有什么可以说去医治 如果你是真的很敏感的话 当然整体来说是增强自己的整体健康 整体的免疫能力 在同学疗法里面 虽然有些疗剂 比如轮型的人是很敏感的 我企图我都会试试 用轮型的疗剂去帮助这些病人 但当然也要一段长的时间 不可能一用就会全改善 这个不可能的了 大家要留意 其实WiFi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方面 很多的报告已经显示出 对我们身体有好坏的影响 所以正如我曾经所说 尽量在家附近或者工作的地方 尽量减低这些 还有一种我们的做法 就是以前也介绍过截地线 截地线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这方面都可以帮助得到 比如你工作的环境里 你安装了截地线的地毕 你平时工作是接触着地 将很多电磁场的波 就可以减低它 这件事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的关注的程度 越来越多人发现有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尽量小心 是的 我们都不能够撇除了 或者避开了科技上带来的方便 唯有我们自己就只可以 比如刚才提到 阿尔医生提到的 睡眠的时间 就尽量将这些WiFi 这些可以产生电磁场 电磁波影响的仪器 全部就是关掉了 远离了 基本上也都有 关于手提电话上面的电磁场 封射的辐射 在我们六创仪里 都有一些避免 减低电磁场辐射 那些议器的贴 大家可以在手机装置 都会减低了 受到这方面的伤害 我们现在只能做到的 都是尽量减低 就不能完全断绝了 因为日常的工作环境 或者现在你出到街上 WiFi的讯号 其实周围都会有很强的 所以这个 都要大家 不断地提升自己 身体的健康状况 避免了过量这些 接触电磁场波的时候 来保持健康的状况 今天我们多谢 谢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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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